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东省合作交流座谈会召开 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出席并讲话 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忠 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 分别介绍两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吉林省深圳市招商引致座谈会召开 省委书记景俊海出席会议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 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助力吉林振兴发展交流会召开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吉林省展区以国潮极品传承经典为主题 组织24户参展企业 带来200余款展品 用更为新颖的方式展示吉林老字号 赢得广泛关注 国省运动员表现出色 占下吉林省代表团在第一届 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开幕以来的首枚金牌 吉林省各地举行全国消防日宣传活动 提高全民消防意识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今天上午吉林省党政代表团 继续在广东学习考察 吉林省广东省合作交流座谈会 在广州召开 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出席并讲话 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忠 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 分别介绍两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黄坤明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 近年来吉林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上下 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坚定不移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政治责任 抢抓推进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历史机遇 推动吉林振兴进入上升期快车道 我们为吉林现代化建设的突出成就 可喜变化感到由衷高兴 将积极学习借鉴吉林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好经验好做法 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聚焦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 扎扎实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东北全面振兴 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 国家重大战略对接的重要要求 进一步推动粤籍交流合作拓展范围 扩大规模提升层次 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更好满足两省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希望与吉林一道 着眼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上强强联手 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上互促共进 在促进文旅健康产业发展上协同发力 推动产业合作取得更大时效 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促进两省创新主体和人才交流 共同实施联合公关项目 加快创新成果双向转化 推动教育科技合作取得更大时效 着眼塑造体制机制与发展空间新优势 加强改革互建经验共享 共用互想开放平台 携手开拓俄罗斯东北亚东盟等国际市场 推动改革开放合作取得更大时效 着眼满足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 深化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合作 优化异地上学异地就医等服务 推动民生合作取得更大时效 景志海代表吉林省委省政府 对广东省长期以来 给予吉林省的支持和帮助 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广东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排头兵 深化改革开放新行地 探索科学发展实验区 在中国是现代化建设大局中 地位重要 作用突出 广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走在前列重大职责使命 全面落实1310部署 雷起筋骨 向着再造一个新广东的目标 奋勇出征 取得了雷雷硕果 广东的发展成就让人由衷钦佩 好经验 好做法 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 吉月两地虽远隔万水千山 但两省人民交往频繁 互动密切 结下了深厚兄弟情谊 多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振兴 吉林振兴高度重视格外关心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 这次到广东学习考察 主要是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和中共中央政治局 10月27号会议精神 持续深化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对接 更好的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希望双方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轻力打造吉月合作升级版 携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 一是在产业发展上共同提升持续加强现代汽车 智能制造航空航天数字信息 清洁能源生物医药 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合作 合力增强产业链安全性和竞争力 二是在开放合作上共抓机遇 在开放平台 开放通道建设等方面加强合作 以高水平开放支撑高质量发展 三是在科技创新上共展优势 推动更多高效院所企业 开展项目共演 人才共用成果共享 培育更多心智生产力 四是在文化旅游上双向互动 联合打造横跨南北纵享四季的旅游大产业链 五是在资源开发上共享共赢 让更多吉林优质食品 进家庭厨房 上百姓餐桌 装群众口袋 王伟中 胡玉婷 分别介绍两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两省有关部门签署三项合作协议 会前 代表团一行 到广药集团 白云山制药总场 实地考察了解食品药品创新研发等情况 推动企业在即投资合作持续深化 取得更多成果 广东省领导王熙 张硕甫 孙志阳 省政府秘书长陈敏 吉林省领导胡家福 张恩惠 李伟 李国强 省政府秘书长刘化文参加有关活动 今年下午 吉林省党政代表团在深圳召开 吉林省深圳市招商引致座谈会 省委书记景俊海出席会议 与深圳知名企业家和优秀吉林级人才代表 深入交流 诚挚邀请大家 到吉林创新创业 投资兴业 携手发展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 景俊海指出 深圳因改革而生 因开放而强 经过40多年的全面发展 创造了世界工业化 城市化 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 造就了一批敢闯 敢逝 敢为天下先的知名企业和商界精英 近年来 一大批知名深圳企业 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号召 顺应吉月两省深化合作趋势 踊跃复极投资创业 为吉林振兴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十次亲临东北视察 三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 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领航定向 破坏蓝图 10月27号 习近平总书记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关于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 可持续振兴 指明了前进方向 创造了重大机遇 我们坚定不移 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牢牢把握转型数字化 服务智能化 社会共享化 产业高级化趋势 全面实施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以大农业 大装备 大旅游 大数据等四大集群培育为重点 以新能源 新材料 新医药 新康养 新服务 新电商等六星产业发展为方向 以新基建 新环境 新生活 新消费等四星设施建设为保障 努力构建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体系 希望广大深圳企业家把握机遇 城市而上 投资合作 互利共赢 布局建设更多优质项目 助力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 率先取得新突破 希望深圳优秀吉林级人才 踊跃回乡 创业 新业 立业 努力成为家乡振兴发展的支持者和建设者 我们将持续解放思想 开放包容 放开搞活 为广大企业发展壮大 广大人才安居乐业 打造良好环境 胡玉婷主持会议 会上21个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引资额178.3亿元 中国广和集团总经理高立刚 深圳海王集团董事长张思民 大足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高云峰 深圳市朗华供应链服务公司董事长张春华 深圳华新纪研科技公司董事长赵立军等知名企业家代表 以及深圳市沃特新材料公司董事长吴宪 南方科技大学 东京大学超智慧城市联合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宋轩 广东华商长春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家良等吉林级人才代表发言 与会人员共同观看吉林省情宣传片 在吉林省重点企事业单位高端人才招聘活动深圳战现场 景俊海胡玉婷实地查看招聘开展情况 看到许多人才前来应聘求职 景俊海胡玉婷非常高兴 鼓励他们把握住吉林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 把新理念新技术新业态带回吉林 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 注入更多新鲜血液和强劲动力 省领导胡家福 张恩惠 李伟 李国强 省政府秘书长刘化文 省职有关部门和各式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 以及150多位深圳知名企业家和吉林级人才代表参加会议 畅序友情相情共商合作大计 今天下午吉林省深圳市招商影视座谈会在深圳市召开 会场内外知名企业家和吉林级人才纷纷聚焦 四大集群六新产业和四新设施进行深入交流 开展广泛合作 携手拓宽合作之路 共创美好未来 为吉林人民的热情好客 为吉林人民的胸怀 也为吉林未来发展的前景所打动 我们在这五年中 中国燃气还是在吉林投了十几亿的资金 我们对吉林未来的发展是充满信心的 我们会在吉林加大投资 在基础能源产业 新能源产业 我们会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 为推动吉林的经济发展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我们在吉林省宋元市前安县 投资的是一汽浮笛配套的三十万千瓦的新能源项目 前安县有非常丰富的风光资源 同时有非常好的优胜环境 希望在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让这项目尽快地落地 我们这次主要是投资智慧城市大管家项目 投资主要是因为吉林这个地方 有特别好的营商环境 给了我们深圳这些企业以足够的信心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深耕城市的综合服务领域 提供智能智慧的城市一体化管理服务 在长春七开区 人家投资的富财七开电子二级项目 整个项目投资大概是六亿元 未来会形成几十亿的一个产值 来助力整个仪式集团 在汽车电子领域的一个发展 然后也为我们整个七开区 汽车电子产业进一步的蓬勃发展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创新发展持续深化 振兴突破 蓄势待发 此次活动签约项目21个 引资额达178.3亿元 涵盖文化 科技 新能源 农业 文旅 新材料 医药健康等领域 与会代表表示将紧紧抓住 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 到吉林创业就业 把满腔热情一身本领 倾注到吉林振兴发展中 更好的成就事业造福相子 我想家乡吉林的振兴 需要每一位吉林儿女的参与和努力 我们所处的新时代 为东北的全面振兴 提供了全新的历史机遇 作为一名吉林儿女 我也有计划未来回到家乡 将过去20年的所学回报家乡 为家乡吉林的全面振兴 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过我们家乡 营造的一个这么好的平台 希望我们有一些特别优质的项目 借助这个平台 将来与家乡的一些相关部门去合作 然后去落地 再借助我自己的这个圈子和能力 尽可能地将家乡的政策 向外面去普及 我们白山市跟中建材 洽谈了光复的玻璃项目 还跟国药集团和三九华人药业 洽谈了人参和道德药材 神加工的项目 效果都非常好 那么针对我们洽谈的这些项目 我们下一步回去认识抓好落实 加快促进项目落地 争取在明年这些项目 动动开幕建设 早日打产打笑 为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今天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助力吉林振兴发展交流会 在长春召开 省委副书记 省委统战部部长吴海英 出席并讲话 会上中科院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乐斌 交流分享科创企业成长规律 及吉林发展路径 五家知名企业 介绍科创发展思路 及合作方向 中科创投与省股权 省工商联和吉林中科创投 现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以科技成果助力吉林 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 蓄势赋能 俱势发力 省政协副主席 省工商联主席李维斗 主持会议 省委统战部 省工商联 省职相关部门及开发区同志 省内外投资机构 及民营企业家代表 共计200余人参加会议 正在举行的第六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吉林省展区 以国潮极品传承经典为主题 组织24户参展企业 带来200余款展品 用更为新颖的方式 展示吉林老字号 赢得广泛关注 在吉林老字号展区 古老的制酒工艺 吸引了众多参展群众 一进门就有突鼻的香味 蛮有兴趣的 1000年前作品烧酒的遗址 我们把这个文物一笔一复原 展示给广大观众 目的是为了推荐 咱们吉林省的物产 和悠久的历史文化 第34代集菜继承人李时宗 新研制的老味道 同样人气十足 我们把陆三宝哈斯马 做成了观众的佛跳墙 采用了区域食材 区域的特产 希望把我们的特色好的食材 好的美味带向全世界 吉林老字号历久弥新 心在创意 心在味道 也心在品质 吉林草编艺术 已经连续六年走进进博会 相关企业不断创作出 更有创意 更具市场价值的作品 我进博会 我们又打开了义务市场 又打开了上海市场 杭州市场 吉林三宫集团旗下 全阳全矿泉水 已经第二次成为进博会 指定用水 今年企业还带来了更多 备受欢迎的新产品 例如我们的灵质包子粉 为推动老字号企业 线上线下融合 吉林省商务厅还联合 中国邮政长春公司 打造了四款吉林老字号礼盒 并设计四款IP形象 为吉林老字号代言 新鲜感十足的礼盒 特色鲜明的新代言人 在进博会上 吸引了更多年轻消费群体 以石真品酿为代表的 吉林老字号 正拥抱新国潮 在进博会上 组团出圈 用创新带来的力量 演绎吉林魅力 交流探索老字号 发展新机遇 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 正在广西南宁进行 我省运动员宇瑞玲 在大学女子甲组练球决赛中 夺得冠军 占下吉林省代表团 本届学新会开幕以来的首金 11月8号 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 校园组田径比赛 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 展开首个比赛日的争夺 来自吉林大学的吕瑞玲 在大学女子甲组练球决赛中 发挥出色 投掷出54.51米的佳绩 夺得冠军 这枚金牌 也是吉林省代表团 在首届学青会开幕以来 夺得的首枚金牌 接下来我会努力 取得更好的成绩 为家乡 为母校 为吉林争光天才 在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 校园组建美操拉拉操比赛中 吉林省代表队 在大学组集体街舞 拉拉操决赛中表现出色 最终以580.5分 获得第6名 今天是第32个全国消防日 11月是消防宣传月 月初以来 全省各地围绕 预防为主 生命至上的主题 陆续开展了 全省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 第三届 吉林消防粉丝 嘉年华 云上消防宣传月等系列活动 提高全民消防仪式 8号 位于长春市朝阳区 东民主大街48号的 长春市消防科普教育基地 正式落成 对外开放 教育基地设置了 家庭实景火灾隐患排查 佩戴VR眼镜 体验灭火救援 实景校园场所 火灾警示等板块 通过试验体验等方式 让大家沉浸式了解 家庭和重要公共场所 防火常识 这边介绍的是一些家庭防火常识 考虑到咱们吉林省的火灾特点 建筑类火灾 住宅类火灾非常多 所以我们科普教育基地 在住宅类火灾这方面的 常识的传播上 占的比重也比较大 在逃生通道体验区 1比1还原了火灾发生后的场景 配备有警报 应急灯 电梯等 可以更好地提高体验者的 自救能力和避险意识 在我身旁 是一个消防安全标识学习系统 可以清晰准确地了解 每个消防标识的含义 例如说我们点击 禁止烟火 上面不仅附有相应的文字介绍 同时还配备了语音讲解系统 科普教育基地 共分为八大展区 每年将预计会达到 1万名参观观众 来进行实际体验 今天四平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等地 为2023年 优秀消防志愿者代表 优秀社区消防 宣传工作者代表 颁发了荣誉证书 在白山市江源区 消防救援大队新营房 今天接牌 进一步增强 队伍应急救援能力 消防宣传月期间 在吉林市 通化市 梅河口 辉南 大安 林江 全省各地都持续开展 全民消防体验 消防安全到身边 志愿服务等系列 社会化宣传活动 增强公众实险 避险能力 确保全省 消防安全形势 持续稳定 面对此次大范围 寒潮降温降雪天气 我省各地各部门 采取有效措施 全力保障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平稳有序 我现在是在 长春市的尾星路 和前进大街交汇处 虽然现在天空中 还飘着小雪 但是我们看到 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还是比较顺畅的 目前长春交警 持续保持着高等级勤务 为市民们的出行 保驾护航 今天长春市共出动 交警1812名 警车239台 在242个主要路口路段 开展路面交通管理工作 随着温度的下降 有可能路面会出现的 结冰 对摩擦系数产生影响 提示广大的驾驶员朋友 驾车的时候 一定要集中精力 交警会时刻 根据天气变化 对道路状况进行研判 采取相应的措施 来保证广大市民的 安全顺畅的出行 这里是卫星路 我们可以看到 道路已经初见本色 环卫部门文学而动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 出行安全 5点开始这样干活 就出行都挺方便的 现在是9号上午 11点整 我所处的位置是 梅河新区 人民大街与建国路的交汇处 环卫工人正在 对这个路面的积雪 进行个清雪作业 从早晨5点半开始 进行除雪细化 确保路面无病 不留死角 从昨天傍晚开始 白山市再次迎来 雨加雪 转中雪天气过程 高速公路交警 加派警力 提醒过往驾驶人 谨慎驾驶 降低行车速度 我们与养护工区 不间断 巡逻踏查 养护部门 也从昨日夜间 18时到现在 一直在进行 清雪除冰作业 截至今天 极高集团 累计出动人工 5978工日 机械设备 3527台班 撒布防滑料 2035.75立方米 累计清雪量 3681.87万立方米 为应对本次 降温降雪天气 各热企 纷纷启动应急预案 提高供热参数 并加强供热设备 设施的 巡查和维护 国网敦化市 供电公司 组织人员 对重点区域的 输配电线路 变电站 展开特寻 全力保障 输电线路 安全稳定运行 来自省气象台的消息 预计今天夜间 到明天白天 吉林东部 保护区有小雪 明天夜先到后天白天 全省晴有十多云 省气象台 今天上午 10时50分 发布寒潮黄色预警 未来24小时 四平东南部 吉林东部和南部 辽远通化中北部 白山沿边西部 长白山保护区 最低气温将下降 10到12摄氏度 部分地方可达 12摄氏度以上 初冬的雪 给吉林大地 披上一层洁白的冬庄 处处银庄素果 宛如通化世界 节目最后 一起来欣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